Dictionary 兩個把它二合一的結果 這是我剛剛做的啦 那其實我這怎麼做的 大概你就是 幾個點吧 第一個就是我要讀進來之前 我先產生 一個空的Dictionary 有沒有 空Dictionary 跟空List是中瓜糊 那空的Dictionary 是大瓜糊 那空字算是雙引號嗎 各自有各自的 那個用法 內定 Dictionary就是大瓜糊 它用的所以每個每一個 大中小會有不一樣的用途 OK你不能亂用喔 第二個是把資料讀進來 資料怎麼讀進來呢 就是複製嘛 貼過來 這個時候的話呢 它不就讀進來了 特別是要確定已經可以讀進來了 再來可是讀進來的時候 它是什麼 它是print到那個什麼呢 print出來 可是我不是要print出來啊 我是要把它怎麼樣 丟到Dictionary裡面 所以我怎麼做呢 我先這一行註解掉 那怎麼樣把它丟到Dictionary裡面 我剛有提過一個關鍵 就是這個 這個是Key 這個是Value 所以你只要把這一行Ctrl C 丟到它的下面 就是print的下面這一行 按個TAB啦 就是當我切割完之後 丟到這個List裡面 那我應該 可以怎麼樣 這個裡面就一個List 那我要把這個List裡面的第幾個 就這個嘛 姓名的部分應該是 它的第... 其實就哪一個 就這個嘛 0嘛 0就放這裡 那這個是成績 所以成績就放什麼 放4 這樣就OK了 大家可以看懂這意思吧 就是切完之後 放 切完之後放 切完之後放 欸 那這樣子全部跑完回圈之後的話 所有的成績 都會在Dictionary裡面 OK 應該可以懂這個意思吧 所以以後 我不知道各位是不是這一行 就關鍵點 是不是 因為你要產生一個大瓜糊 裡面丟東西 其實太有難度了 有沒有 你如果要把它變 變出成這樣子 欸 這樣好像有點麻煩 那所以你可以 以後要丟的話 可以記得用這一招 哪一個Key 哪一個Value 哪一個Key 哪一個Value 那這樣子的話 我們就產生了什麼 產生了Dictionary之後啊 後面其實就可以 再把什麼呢 再把剛剛的這個Dictionary 這個 這幾行有沒有 怎樣 Ctrl C C Ctrl V 有沒有 就二合一了嘛 所以一個 上半部是前面的嘛 下半部是後面的嘛 其實關鍵只有改這一行而已啊 其他好像都沒改啊 OK 那輸出可不可以呢 欸 其實 如果沒有把握啦 其實說真的 程式 有時候是這樣 想是一回事 ROM又是另外一回事 對不對 所以 如果你沒有把握的話 我是建議怎樣 你乾脆射中斷點 所以算我時候寫錯沒關係 我就射中斷點 那中斷點做什麼呢 就是先逐航看看 欸這個 這個步驟對不對啊 如果不對的話呢 再來修改 因為你程式放慢之後 你才有辦法看到細節 所以我就什麼 先中斷點 然後試 切過來之後的話 我底下剛剛那個中斷點好像跑掉了 這邊再加一下 不然它會一下就跑過頭了 大概這個 六七八九 射中斷點 那目前Dictionary裡面是空的 有沒有 你可以看到大瓜湖的 裡面沒東西喔 為什麼 因為我現在卡在第六行 第六還沒執行 所以當我按它上面有一個 其實按F8 這個好像跟那個VBA裡面一模一樣 你也可以按F8 或者你按這個按鈕好了 好 那你會發現 現在有沒有把 藍位名稱放進來 有姓名平均成績 對不對 然後呢 再換下一個 它就再跑一次 有沒有 劉曉華幾分 有沒有 然後再來呢 張永華幾分 不過 可能不一樣的地方是 它後面的這個型態 前面我們放的是一個數字 這邊是一個文字 所以可能如果需要計算的話 你可能還是像之前一樣 需要做轉型 如果沒有轉型的話 可能會發生錯誤 其他都ok了 如果ok的話 你就一直讓它跑 然後再串 串完之後輸出 應該結果就出來了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理論上的話 這個地方有一個 這list option not quotable 主要原因是這樣 因為我們這邊有一個方法 叫list 對 所以你這個名稱的話 你不能取跟它一樣 所以我這邊改一下 list1好了 list1好了 因為這個名稱 假設重疊到的話 它就會誤以為 那個list跟那個方法 是同意 會搞不清楚 所以把它改一下 直接執行一下 ok 所以呢 format 什麼 number 所以這邊的話 這邊是什麼 d 意思就是你要給我一個 數字 但是你卻給我一個 string 所以什麼 你乾脆打一個s就好了嗎 有沒有 格式化的時候 不然你乾脆格式化不要好了 因為我們是後面才加格式 那這個ok直接執行看一下 出出了 ok應該知道 所以有的時候 反正就是 遇到問題是絕對可能的 但是你要遇到問題 能夠馬上解決 又是另外一個功力 有的時候你一看就知道了 不用擔心 像很多同學只要看到紅色字 馬上就感覺 整個心都跳出來一樣 我是覺得沒有問題 反正你又慢慢習慣 一下子看 為什麼 你要看得懂 他告訴你為什麼 那這樣以後寫程式 基本上就不太會有問題 ok 那我把重點回顧一下 1 那個什麼 Apple Pen 兩個 二合一 那那個 1就是我加一個空的dictionary 2的話呢 我就把這個裡面的程式 直接貼上來 有沒有到這裡 然後把print 改成 不是print到畫面 而是 把資料丟到dictionary 關鍵其實應該是 哪一個 他還是用中瓜糊 裡面就放他的姓名 加上他的成績 所以他會 跑一個丟一個 跑一個丟一個 有沒有 會一直加入一直加 一直往後加 這個應該是關鍵 我看應該同學很多卡 應該卡這裡 那全部丟進去之後的話 應該就沒問題 不過呢 我的list名稱 我不要用list 而用list1 為什麼 因為呢 這個名稱 底下這個方法會用到 我要把 list裡面的key跟value 分別擷取過來的話 會用到這個方法 那這個方法名稱 你不能重疊 所以上面會用list1 然後就把它切開來 一刀兩段兩欄 切開來 這邊歸這邊 這邊歸這邊 然後呢 分別輸出 輸出的時候呢 因為這邊原來是d 會是一個數字 那我現在呢 是一個文字 所以用s來輸出 這樣ok 所以請各位 試一下 畫面還給各位 應該可以理解啦 後面一樣 所以後面我們有點 就一段一段的 所以像我的寫程式 通常也都是這樣邏輯 反正我這一段ok了 換下一段 再換下一段 不可能說一下子 把程式寫得非常複雜 那以後的話 你們慢慢 像我的習慣 就是反正就是有點像 零件拼裝一樣 這邊在這裡 這邊在這裡 把它拼一下 後面的話 我們還會講到 有關資料庫 所以後面的話 還會講到 就是怎麼樣 再把資料 塞到資料庫裡面 或者再從資料庫把資料讀出來 再來後面下一個階段 就是再到網路上撈 因為我們現在都是從檔案 去做讀取 或者是自己輸入一些資料 但是未來當然 我們的重點應該是擺在什麼 擺在網路上面的資料 把它抓下來 那網路上的資料的話 千奇百怪 各式各樣有沒有 那怎麼樣各個擊破 一定要找出一個簡單的方法 然後呢 看能不能 在主要的方法不變動 外部資料改變的情況下 反正你給我什麼資料 那我就會自動把需要的資料呢 把它變成一個 你需要分析的最後結果 那輸出一般 一般人最喜歡看到就是 爆表嘛 不外乎就是什麼 表格啦 不外乎就是圖表 反正就是這些東西 那這個也是 Python的強項 甚至你最後也可以輸出到 輸出回Excel 當然都是沒有問題的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 把剛剛 我這個叫DishShow的範例 二就是從Excel裡面讀資料到Python 那中間其實就轉換成一個CSV 回去的話 我是建議啦 你可以把之前VBA上過的所有範例 都可以移到這樣的方式 意思是以前用VBA寫的 你看看能不能再把它用Python再寫過 如果你全部都可以解決任何的問題的話 那恭喜你 以後呢 你無論哪一種Excel的問題 Python也都可以解決 那這樣的話 我想你功力應該就大大可以提升了 這個我想試試看 這太多的練習題了 所以延伸性其實非常的高 那今天大概就是講到就是 檔案讀取 Excel可以轉CSV 網路也可以下載CSV 然後再來就是延伸到Dictionary的檔案 下一個禮拜就是再延伸到資料 CQLive 所以回去 假如你要預期的話 你可以先看一下CQLive的章節 我現在好像是第五章的樣子 書裡面也有啦 不過書裡面講的其實 比較科版一點啦 然後它就有固定的方法 那我的重點是講 講就是把你們需要知道的抓住 因為它講了很多 其實我是覺得暫時你不知道也沒有關係 那不是說你可以 你如果需要的話 你再用同樣方法去參考 我想你也會用啦 像後面有什麼OS的那個 那個Module 其實用了大概就知道啦 大概用法啦 如果你也會其他的 我想你要把它加進來應該OK 如果實在不太懂 你就看它書裡面的範例嘛 照著稍微拼拼湊湊的 應該也可以拼出你要的東西 那這個我想有些 後面還會用到 也許我們就再提 如果暫時你用不到 或者是你永遠用不到 我覺得我就那些部分 我覺得你也許可以不用多知道負擔啦 不然的話 這個學程式其實 光要把所有東西包山包海都記得 都學完 我看你會覺得好像 好像永遠沒有學完一天 所以與其 所以我覺得學程式應該不是用加法 而是用減法 所有的減法是 你不需要學什麼 OK 你不要一直無限 往上加加 我覺得這些都要 全都要學 但實際上我覺得 有些東西其實真的也可以不用學 像那個剛剛講的Dictionary 的 有沒有 讀取的方式 那有方法很多種 我至少提了兩種 但是我後來發現 還是用自己習慣的方法最好 所以我 可能我比較習慣是 我就把兩欄 key value切開來 一個是key 一個是value 我來讀取 我覺得很能接受 我寫起來很順手 但是你叫我用item的方式來寫 我就覺得怎麼寫怎麼怪 因為for裡面要把item再分開來 然後個別輸出 我寫起來就怎麼寫 我就怎麼不順 方法很多 所以你就 那你不需要兩個都熟 你熟一個就好了 你幹嘛兩個都熟 而且盡量的話 就把那個熟練就ok了 因為都可以輸出Dictionary 你幹嘛學兩個 對你學三個 學四個 書裡面還講很多種方法 你是要全部都學嗎 我覺得不用 學一個就好了 ok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把那個 剛剛這個範例二合一部分 再做做看